您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讲一下,如果将GC的涂档转成GeoTip 有些GeoTip是很好用的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假设想要把这个档案转成GeoTip 在File这里,我们Export 然后在Desktop Publish Format 里选GeoTip 我们这边选GeoTip 我们的档案,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用这个范例,etm14 然后它这边就会选择你输出的这个位置 只是它的护档名变成Tip而已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输出的这个配列 这个颜色显示出来 我们先看一下 那一般我们在这个追寻心都有 所以请你要按这个 那我们希望输出的 因为在这个GeoTip,常常是GrayScale 就是会接的 那这个是以 英文秩序去排序的 我们选这个 GrayScale 我们选OK 然后按一下 那就产生出来了 产生出来,我们这边看不到 可是我们怎么看 这边稍微看 我们用右键看一下 那输出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它原来有这个图 这个颜色 这可以定的 这个是这样 所以这个 输出的这个结果,如果你用不同的这个 比如你用这一个 Balance 16 按OK一下 因为Overline 我们再去把它开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颜色 当然是GrayScale 比较常用 那再输出成GeoTip的这个展示 就做到这里截止 谢谢 全节科技,谢谢您 再见 咱们 都放下来 其实 有没有 银子 我 这是 请 咱们 银子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